日前县府在县立图书馆七楼放映厅举行 熊爱阅读颁奖典礼 县府秘书长洪瑞志主持并颁发奖状 鼓励小朋友保持阅读习惯 有助于人生旅途的成长 阅读决定了学生的学习力跟知识力 我想对于他们在日后的成长过程 求学过程里面 养成了很好的一个阅读的习惯 一定对他们的不管在学校的成绩 或者生活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县议员林如阳表示 养成阅读的习惯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在阅读书籍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而县议员陈怡君除了恭喜今天的得奖者 更鼓励孩子们多阅读 对于未来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 养成阅读的习惯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知识 并且得到很多的乐趣 那对未来的不管是自我的成长 还是说升学上面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要在这边感谢十八度西文化基金会 那其实十几年来一直举 跟我们南投县政府一起配合举办这个熊爱阅读的一个活动 那让很多的孩子能够在阅读当中得到乐趣 并且鼓励他们那能够让他们一直持续保持的这样子一个习惯 那孩子们呢有这样子的一个阅读的习惯 未来他不管是在收集资讯分析资料 解决问题上面呢都会得到非常长组的一个帮助 那所以呢我很鼓励大家 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 那能够透过书本让自己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能力 也今天特别恭喜得奖的所有的选手 老师以及学校 县府于18度C文化基金会持续合办熊爱阅读活动 此次参与认证的学校有126所 共有20751位学生参与认证活动 总共阅读74万4235本书 平均每位小朋友在认证活动期间阅读了35.8本书 记者庄怡婷南投市采访报导